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昨天开始这个市场上一片惊叹 包括内地的媒体也都发文 就是在这个表示震惊 说这一起事件引起这么大的震动 这一个复杂的交易究竟是怎么操作的 现在市场中对哪一家银行都有很多猜测 也好像人人自危 由此也暴露出来内地金融机构在港的一些问题 那么从你的角度来观察到 就是市场对于这一次的事件都有哪一些看法呢 那昨晚的这一纸通告其实真的是 像主持人所说已经引发了全程的打猜测 那我们来看看金管局 首先和证监会是 首先如何注意到这个问题 其次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 发现当中的这种隐藏的风险的 那首先我们明确到 这的确是牵涉到一家内地银行 在香港的子公司 还有他旗下吃牌附属公司的一个复杂的交易 那监管机构的结论其实是发现 这整个操作是为高风险投资项目 进行融资的复杂交易 那表面上的这个集团 虽然是为这个附属公司 向私募基金做出的投资 但实际上是一项这种 以所属银行提供的资金 做支持的保证金的融资贷款 那之前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David Watt今早就撞文直指说 金管机会证监联合调查的情况 其实和他去年10月份发表的文章 就已经有吻合了 他认为设施的这个内资的银行 其实就是民生银行 而且涉及到抵押股份贷款的 上市公司和大股东 是这个内地的房企 绿地香港的主席罗伟线 那他还说声明提及到的 有这个内营控制的财务公司 就是属于民行旗下的民营资本 还有这个全资附属公司的 这个民营资本财务 那我们看到市场 其实已经有一些的反应了 截至到今天上午收盘 那民生银行股价下跌 0.8% 那民营资本的股价 其实是大跌了 5.4%至0.26港元 同时 立地在香港的股价 也录得了0.6%的跌幅 那随后最新的进展 其实我们观察到 21世纪经济报 援引不知名的信源称 监管所指并非民生银行 但没有指出这个典型案例的真实背景 所以还值得这个市场的持续关注 就是 那还想问一下 倩文这一次联合调查 为什么会引发市场如此值大的一个关注 而且这一次的监管 最主要是在担忧什么点呢 那无论如何 我们看到以公布的 现有公布的资料来看 虽然这个集团没有直接的违规 或者是有洗钱的行为 但是这个复杂放贷交易的风险 有可能会在市场造成系统性的影响 这个应该是监管的 重拳出击的原因之一 简单分析一下 这个跨银行和证券行业的合谋的动作 其实有三处是引发了监管的担忧的 那第一处是 最先放贷的这个内资银行的分行 其实它并没有有效评估贷款的风险 那第二处就是这个股份抵押的资产质量 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差 所以会导致券商财务的文件性存在风险 那监管提到说 这个集团的有关附属公司 通过其中一家持有放债人牌照的附属机 同时向其上市公司提供贷款 并且由相关上市公司大股东提供抵押品 那这个借款人所质押的股份 已经占到相关的上市公司的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比例 70% 而且是属于欠缺流动性 而且成分比较可疑的股份 那第三处呢 其实是这个股份抵押的投资 其实是股权质押 那投资掩饰的 我们在下方说的这个妈扎是违法的 那早在去年证监会就已经发出警告说 进行资产管理活动的这样的一些持台的法团 可能有可能会协助并且教唆 这种非持台的这种联属公司 或者是第三方来提供 以投资做延迟的这种证券的保证金融资 其实实质上是违法的行为 那更加引人注意的就是 这次监管其实没有列出相关集团的名字 我认为是提到的一个杀鸡警惠 就是监管局和香港的证监会 还提示到任何在香港 有业务的内地的金融机构 要求他们检讨自身 存在这种复杂且欠缺透明度的融资的安排 而且他们提醒说到这种做法 有可能会隐藏交易带来的金融风险 那金融机构需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来处理这些相关的建筑 那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监管相信有这种复杂结构 明代实质押的操作集团布置这一家 那尤其是银行需要有一套 有效的这种带后的监控的架构 以便可以及时地识别出这种借款人 一旦他们参与到高风险的活动 或者是进行这种偏离正常业务范围的活动 以便于他们可以采取适当的风险 来缓解这样的风险和措施 那也有观点是说 认为此前的北上资金的流出 跟这件事情也有关系 那你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一个最普遍的背景 就是香港和内地的配资的成本差异 那在这里的配资的价格其实差不多相当于内地的一半的水平 所以在香港如果进入这种配资的操作 那资金价格具备比较大的优势 而且杠杆的水平也可以进得比较高 那有不少的内地资金其实是透过香港进行配资 再绕道进入北上回到A股的情况是比较多的 那北上的资金现在我们看到 之前有一些获利了结的情绪在 那再者此前人民银行的宽松政策 看似不会再近期有进一步的加码了 那许多观望的资金也有撤离的动作 那具体到这次的监管通知 是不是贡献了一部分杠杆资金的抽离呢 我觉得还无法明确 那本月早些时候其实香港的政监会 就已经对证券保证金融资活动的指引 发表了一个咨询总结 他们认为这个经济行可采用的 最高的保证金贷款总额相对于资本的倍数 将会被设定在5倍 用以避免这种杠杆过高的情况出现 那这个指引会在今年的10月4号生效 其实内地资金绕到香港回到内地 这样的操作已经起了监管层面的关注 好 今天非常感谢倩文来为大家 做一个详细的解答谢谢你 好的 明年事先休息 这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